《Persia 7》 《Persia 8》 《Persia 8》 《Persia 9》 《Persia 8》 一部分角色在畫的時候 是不用把他當作人來畫的 所謂的說不用把他當人來畫 就是那種現實裡 是絕對不可能存在真實的人的 他是只存在於幻想中的人物 或者說 我们碍于社会文化 它能被看到的程度非常低 是必须被压抑住 藏起来的部分 画的时候 把这部分 隐秘的想法给实现出来 就感到还挺满足的 初看到满足沙滑 这个人设的印象 觉得他的发型是不时髦的 像个三四十岁 可能四五十岁吧 四五十岁的绍布 但是他的声音跟身材 又让人觉得他很小 然后你再仔细看他穿的衣服 跟他的身材 就又觉得这不是 真正的妙龄少女 该有的前凸后翘 在画的时候 就把他当作是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外貌变年轻的少妇来画了 因为是只存在于 幻想中的人物 他无情的 邪恶的程度特别高 画到某些具体的画面时 就会自然而然地加上一些小动作 比如他眼神会毫无重点 青凤 我也很喜欢 刚刚接到第九集的剧本的时候 是感到挺意外的 因为在过往的两季 最后的两集的剧情 都会有一个巨大的展开 或者岛上出现一个重大的危机 都是非常让人紧张的高潮戏嘛 但是这一集里面很大段的时间都是在一个屋内的一个商人的对话戏 所以在分镜设计上要让这段戏不沉闷 还要让人印象深刻的话 当时来说是挺难的事情 但是在熟读了剧本之后 发现其实我们的两位主角 其实面临的冲突并不亚于前两季 只不过这么强大的一个冲突 都是来源于角色的内心 在这里梅花十三 内心的冲突就达到了顶峰 所以在分镜演出上面 我希望观众能通过角色的身体语言 跟他的表情能感受角色在里面的挣扎 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地保护那个岛上的人 我所有美好的回忆都在小鸡岛上 首先是人物的站位 大家可以从开头的时候看到五六七跟十三的站位 是他们距离是比较远的 然后十三是侧着五六七也没有在看 只是偷偷地在关心 后来看到五六七痛苦的表情的时候 才会想去帮他这样子 但是又会收住这些情感 在肢体语言上就可以传达出这一点 我感觉到体内有一股力量在吞死我 五六七面对更大的危机 但不能单靠脸部的表演 跟痛苦的表情让观众直接感受到 因为小鸡岛的拉断记忆正在慢慢地消失 记忆的消失等同于岛上的角色的死亡 也等同于五六七的死亡 这个危机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是却是巨大 那怎么才能让观众更直接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这里我们用了特别强的对比 比如说一开头的被杀手追杀的戏码 可以直接让观众感受到五六七以前当刺客的生活 然后在破庙的梦境里面 我们尽量塑造出五六七类型渴望美好生活的样子 我们用了很多外画的表现手法 例如让梦境里面的角色化成灰 或者说五彩缤纷的小鸡岛变成了黑白 还有代表很多美好记忆的相片的消灭 一切都是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 能明白五六七将要面对的危机 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到后来看到五六七很痛苦 跟冰刃斗争的时候 观众就会明白五六七有多珍爱这个岛上的一切 也会被这种情感打动 快走 第四集算是一种级的一个情绪低点 所以设计了一个近乎于黑白的阴暗的气氛 一来是想烘托五六七和十三的困境 二来是为了贴合这一集的大反派黑鸟 那种恶魔影子的感觉 在十三就阿七逃跑的镜头 我是故意设计了一个黑鸟 在十三头顶拦截它们 张开暗黑的 有一些水墨流动质感的大翅膀 一种遮天蔽日的效果 是希望观众能在那个瞬间 跟十三一起感受那种 比较绝望的逃无可逃的压迫感 接下来十三被黑鸟打倒 压断梅花掉落在地面的镜头 我给这个十相画了一个 冷漠俯视着十三的效果 其实是想暗示一种命运对众生的末世 这个时候飘落的梅花瓣 是这个镜头里面唯一的光 制作的时候我跟动画的小伙伴强调 一定要让其中一片花瓣落到十三的手心 这其实是在暗示能够救赎十三的希望之 就是他自己 如果我再强一点 妈妈就不会死 最后关头十三奋起割破黑鸟的脸 这个镜头是这集里面从黑白走向彩色的转折的时刻 十三的回旋 我希望能复杂双刀形成一个光明气旋的样子 把黑鸟的黑暗力量压向镜头的一角 希望观众通过画面也能体会到十三强大的而优美的 Grow power 我今天就要带走这个傻子 我看看谁敢拦舞 哎呀 本来导演是想让重要的角色都露个脸的 但是我怕反派角色夹得具体这个梦境就会认真 所以伊底里是没有具象反派的 而夹师傅在树荫里面乘良是基于相信十三的师傅也是好人才存在在梦境里 导演说他本来想叫我加一个镜头 因为最后一集的大反派叫黑鸟 但是发现我已经画了 他就觉得很生气 我说我早就画了 看见的时候就画了 导演你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画的东西 当时番剧还没有做完就再做一滴了 导演也只是和我说结局会有一场大战 弱点是梅花十三 要给他多一点镜头 所以画鸟我只是觉得这样购物会好看一点 也可以营造一点危险的氛围 没有想到和剧情扣上了 上次你送的泳衣太丑 我自己买了一条白色的裙子 下次去海滩的时候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五六七的第三季 我们下期再见